美国过去曾经也是宣传或者吹牛 我要是到了南海 那就是跟在自己家的后院一样 他意思说我藏在这儿 经营性能这么好谁也不知道 实际上我们在相应的 就是我们周边的海域 我们的水面上有舰艇 它有拖曳声纳 水下有潜艇它也有声纳 那么还有我们空中有返潜的巡逻机 因为大家可能注意到一下 它就是运八型的这种反潜的巡逻机 后面有一个长长的磁翼探测器 所以我认为 就是对我们国家的周边的海域 我们还是有能力来够能够发现 就是水下的这些目标 比如这次来的海狼级的 它基本上就是在万吨左右 那我们讲你万吨级的一个东西 虽然你是在水下好像觉得自己藏的很隐蔽 但是你一旦靠近近海近岸这个方向的时候 你还是容易暴露出来 因为核潜艇它是核反应堆 压水反应堆 它要排出大量的这种热水 那这个热水它在空中的卫星或者相应的这些侦搜设备 就是查这个红外看 是有一个红外的这个轨迹 还是可以把它发现的 所以我们讲我们是可以发现 在我们海岸附近活动的潜艇 同时呢 你要是如果说侵犯了我们国家的这个领海主权的话 当然我们有能力对你进行这种驱逐 无论是潜艇对你驱逐也好 或者是水面舰艇其他方式对你驱逐也好 肯定是有办法对它进行驱离的